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突破4亿人 4个亿这么多 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我们网站就每一个的名单 它对应会有个三退号码 我很想了解就是你每天是怎么工作的 但我就按700人算 那我按照9月算 那将近6300人 要是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 人民就会起来推翻我们了 党性一定是压倒人性 中共前总书记的秘书和他的妻子 在瑞士劝中国游客 推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这可以说是一条国际新闻 有时候一群一群人退 有时候一家人一家人退 有时候一车一车人退 所以每天在高峰的时候 我全退100多人 他告诉我 他说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我说我不太清楚 他说我是哪个哪个国家的大使 作为记者其实我是觉得我非常幸运 然后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退党大潮 党是一个吸血管道 是一个负责在人民身上的吸血者 这是酒瓶中的一个独特的观点 就是要把这个生命献给党 那其实就跟那个宗教的路教仪式是一样的 2013到2014来了那么多路客的时候 所有的各地的义工都往故宫这来 我从2005年到2019年 这个14年当中 我走遍了天津大街小巷 劝退了有六七万人 在大陆那些三地义工 真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出这件事情 我认识的三地义工中 就有两位同学被迫害之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